大家好,我是YG500作业一车 今天是9月7号 今天我们要来讲解一个A股 今天我们要来讲解一个A股 这是一个什么股票呢? 是A股的安通控股 这个股票啊 是安通控股这个股票 它的价格目前是$3.9左右 它的代码是600179 这一个案例已经给了我半个月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通控股 它这个股票到底是怎样的 那么有对股票感兴趣的 可以加我的群 更欢迎加入我的个人VIP 为你量身定做 为你个人一对一的服务 欢迎加入VIP 为你的股票投资 给你决策性的建议 这里的股票预测也好 还是各类的虚拟货币也好 还是做球比赛也好 能够给你决策性的建议 能够给你决策性的建议 不像其他的频道什么 给你参考了什么 这里能够给你决策性的建议 既然你要炒股要什么 适当的投入一些资讯 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要贪便宜 免费没好东西 这里能够给你决策性的建议 那么这一个安通控股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前景怎样 第一条 目前的价格处于低迷状态 很难在近期反弹 回暖 因此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个股票 目前的价格 很难短时间回升 第二条 不论是主力资金 还是现金流 都似乎不看好持股 有撑换的可能 所以对这个股票 他今后的前景 他今后的前景 主力资金也好 还是现金流也好 都有可能随时撤退 拉走人马 第三条 持股 有不少的机构 深陷其中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在这一个股票中 有很多的机构 都在其中 进行炒作 是这样的意思 在阳历的12月中旬 下旬 会有很明显的操作动作 虽然上市公司的基本面 及前景不错 但是这个股票的价格 很难在短时间内 近期提升 这个股票 持股的价格 很难在近期上升 明年可能会好一些 比今年要好一些 今年下半年 还有三个月 它的价格 不会有所大的上升 不跌 也就很不错了 如果你从长远看的话 明年 比今年要好 但是上升的是有限的 它的价格上升 明年要比今年好 今年的最后的三个月 它的价格 很难有上升 但是明年 它的上升 也是有限的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个股票 它今后的价格 并不理想 并不好 今天看了两个股票 总体上来说 都不太理想 一个是刚才讲的 那个美股 传奇生物 现在讲的是一个 安通控股 这两个股票 都不太理想 而且价格现在是 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 今年的价格 就是不上不下 还有三个月 是不上不下的 这种情况 如果你指望它 今年还有三个月 能够有所大的上升 那你可能会奢望 所以建议大家 对这个股票 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明年 会比今年好一点 今年不行 那么我们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股票今后 到底是怎样的走向 我建议大家 谨慎对待这个股票 如果你想投机 想短期 想投机的话 这个股票不行 如果从长远来看 这个股票 虽然明年要比今年好 但是上升也是有限的 总体来说 这个股票前景 不太乐观 不太乐观 那么这个股票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